有这么一家公司 为了巩固自己家族地位 硬生生的把人家好好的 箭牌口香糖先收购了 再搞退市 自己却坚持的不上市 这就是马氏食品公司 像我们平时吃的德福 施力甲 彩虹糖 脆香米 易达 榛枝棒等等 这都是他们家的 还有我们家里边 猫猫狗狗吃的 什么像皇家 伟家也都是他们家的 尽管作为食品界的保洁 这家公司的总部 却显得特别寒碜 只能够容纳80个人的 两层小龙 门口写着告示 私人领地 闲人免禁 马氏家族更神秘 不对外公布财报 不公关 不对外做采访 他富可敌国 福布斯估算 高达1200亿美元 仅次于沃尔顿家族 但是纵观马氏的发展史 却是一部 暴脾气父子 双重创业的大片 儿子被老爹逐出公司 远赴他乡 遗产纷争 与继母家族 内斗争权30年 上演了一场 王子复仇记 马氏的创始人 法兰克马氏 我们姑且把他叫做大马 他患有小儿马递症 我们常说 上帝给他 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给他留了一扇窗户 虽然说行动不便 整日待在家中 但是从母亲那儿 学会了做巧克力 并且由此奠定了 他一生的事业 19岁的时候 大马在美国的 尼尼苏达州 靠麦糖为生 之后就娶了一位名叫 艾瑟的女子 原本靠着小生意 这日子是过得平平淡淡 可是到了1903年 一个响当当的巧克力品牌 好食诞生了 大马的小作坊 在工业化生产面前 是被摁在了地上摩擦 一年之后 商场失忆的大马 迎来了自己的儿子 弗里斯特·马氏 儿子的出生 让困种的家庭 是雪上加霜 眼瞅着 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艾瑟带着小马 去了加拿大讨生活 被抛弃的大马 很快再婚了 新妻子也叫艾瑟 1911年 两人一起又创办了一家糖果公司 那个年代糖果 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它是由砂糖和液体糖浆混合而成 不易保存 也不方便携带 这个转折点 是发生在1923年 老马接到了警察局的一通电话 原来他的冤家儿子 因非法张贴香烟被抓 大马心不甘情不怨的 把他给领回家了 重回父亲身边的小马 看到父亲做糖果生意 顿时就来了兴趣 他给老爹提议说 能不能够把巧克力包装在麦芽糖的外边 这样不仅口感新鲜 又能够随身携带 13岁的小马 还给他取了一个充满同化色彩的名字 银河棒 20世纪初 巧克力还是一个奢侈品 这个小小的改变 既保持了巧克力的口感 而且还节约了成本 银河棒推出之后 美国的男女老少竞相购买 上市两年就卖了80万美元 1927年 小马又建议把工厂 搬到运输等综合成本更低的芝加哥西部 并且把公司改名为马氏 三年之后 公司又开发出了势力价 大获成功 马氏一跃成为美国的第二大糖果制造商 可正当事业争争日上的时候 父子两人经营理念发生了冲突 大马说 你看我豪车豪宅 马场和机场都有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呀 我打了一辈子 这样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小马则满脸通红的反驳道 别看人家老大好食巧克力公司 愿意给提供原料 那如果说哪天闹掰了 你还是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链 但是大马整天想着小富吉安 不再考虑扩张 最令老马不能够忍受的 就是小马成天在公司上下 逢人就说公司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他的功劳 终于有一天老马摊牌了 丢给他了5万美元 让他离开公司 郁郁寡欢的小马到了英国 先是在雀巢等级工厂打工 偷师学艺 他细细的研究欧洲人的口味 改良了银河报 把他改名为马士报 随后呢 他又成立了欧洲马士公司 把马士报推向了市场 并且一炮走红 仅近三年的时间 小马就超越了父亲一辈子的收入 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 二战爆发了 英国政府征收高额税费 外商纷纷撤退 无奈之下 小马也将公司迁回了美国 当时战争如火如荼 小马呢却是嗅到了商机 他发现呢 士兵们上战场的时候 都会带些巧克力来补充能量 但巧克力呢 跟风干的馒头一样 硬邦邦的很难下咽 原来为了避免巧克力放在口袋里被溶化 好食公司呢把巧克力呢进行了高度压缩 于是呢 小马找到了好食老总 威廉莫里 提议共同研发一款 无意融化 而且呢 美味可口的巧克力 1941年 裹着彩色糖衣的 MM巧克力豆问世了 这个名字呢 是取自马氏和莫里的信使手字母 巧克力豆的出现 深受士兵们的喜爱 战争结束之后呢 为了向大众推广 小马呢又找来了广告大师进行策划 一句不容在手只容在口的经典广告语 迅速的让MM豆畅销世界 大获成功之后 昔日的合作伙伴全倒掰了 无法忍受小马的暴脾气 威廉莫里呢 出让了自己全部的股份 从此 MM豆成了马氏的独有品牌 手握这样的一款爆款产品 小马却并没有满足于此 在他的心中 不希望世界上有两个马氏存在 在弗瑞斯特在英国的第二年的时候 父亲呢就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根据遗愿呢 后妈和他的女儿帕蒂 分别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股权 甚至后妈同父异母的弟弟 库本巴哈都获得了六分之一的股权 其余的股权呢 则分给了公司元老 而小马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1945年 小马后妈去世 小马拿到了他的股权 但还不足以和库本巴哈 以及元老们进行抗衡 他在马氏依然是没有话语权的 小马想到了帕蒂 也就是他的妹妹 希望能够收购他手中的股权 但从小看着帕蒂长大的库本巴哈 怎么可能让他轻易的将股份 卖给并不熟悉的哥哥呢 为了提防小马夺权 叔叔库本巴哈呢 还修改了董事会制度 明目张胆的 要把小马排斥在决策层之外 小马并没有就此泄气 他继续的开拓自己的业务 将什么马氏棒 MM豆 以及著名的大米品牌 本大叔 都并入到马氏 换取更多的股份 不断的稀释敌对者的部分 1947年 小马拿下了董事会 九席当中的三席 此后的数年 元老们看到小马精明的生意头脑 在金钱的诱惑下 不断的投向他 叔叔库本巴哈的阵营 逐渐的被瓦解了 随着他退休以及接班人 帕蒂丈夫毫无建设业绩 庞大的马氏集团 终于在1964年 迎来了他真正的主人 弗瑞斯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